弟兄姊妹大致平安 請我們幾百人請安 我願意做平安有什麼事 我本來是早上要爬起來 抱歉早上爬起來 我們的文川公司第一次的演奏會就在今天開始 所以請在這邊可以買票來參加 一張票一百塊 你如果不買的人你告訴我 我會給你 因為我比較公開 我們的公司比較重 因為公司要英文 我如果送給你的時候我出錢 所以我現在如果拿到票的人 你一定會不願意來參加 這是我們的教育 在專行的中間 要去接觸的人 所以想要跟我們引發出來的 文化創意產業公司 我們很期待 這次的開幕電力 我們請在這邊 包括這些當事 才請在這邊可以來參加 鼓勵我們 我有請我們的教育帥哥 一些帥哥在那裡來做交代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在說 沒有事我跟他做招待而已 招待就很重要 有什麼工作 你知道嗎 招待就是一個 讓人感覺到這個地方 質感最重要的一個人 所以 希望這個招待可以更大聲來 OK 我在這次 我在高雄去看一個莊老師 我在開車的時候 看莊老師的時候 去買一些東西的時候 在開車 有一個人叫建制 靠電話給我說 莫師 我在你後面這樣 我很記憶 我如果去跟他 建制都對我跟他對 這次我在開車 他說莫師 我現在在你後面 我外頭圍在看後面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有沒有看到我車載的人 他說沒有 我說好嗎 很多人都對我的車 我的車是5588 有一個紙巾 他都專門對我的車 他說有一個天 他對著一個車5588 一直給他對 對到最後 他才發見說 那個5588在塞車的人 旁邊載一個人 那就是我 他在懷疑說 我是不是載一個姊妹 好嗎 你知道嗎 那個車5588 我看那車是A35588 我也是A85588 你知道嗎 很多兄弟姊妹很喜歡跟我玩這套 這個遊戲真的是蠻不錯的 我去那個莊老師營家 我走一趟 我走一趟 他走一趟 他走一趟營家的門 我發現有一個紙巾洞 你知道紙巾洞嗎 有一個紙巾的東西 裡面 一個洞 從八歲來 或是南美酒來 一個紙巾洞放在那裡 走一趟 45度角 放在那裡 我就跟那個弟兄問 我就跟莊老師說 莊老師 你採這個有效嗎 他跟我說 沒有 採兩趟都沒有效 那個地方就是 些少人說的採位 我幫你教這個 你當時不要採 現在採在那裡 我就跟他說 採完後 沒有效 還是你買的 還是人送你的 他跟他說 那個人送你的 我現在跟他說 人送你的 不是買的 所以沒效 他說要怎麼這麼有效 他現在問 他說 沒想到這件事 我說 他說要怎麼這麼有效 我說要我加持過才有效 他覺得很好笑 你看 世間人很注意 都用 擺一個方位 在地球世間很好 你知道嗎 這個擺一個方位 電話很注意 這個兄弟 比較好 他在那裡打電話給我 他跟他說 他說 你沒有事 有這件事 人家介紹的 我要跟你說 你不知道 他跟他走三天 他說 什麼事 他說 我叫一個人看我的溫度 跟看我的氣 他說我的氣 裡面有減幾項東西 要補一個 再來 他說 很多事都不順 就是我的祖先 跟我不合 所以 我問那個人 問那個人說 你如果要跟他改運 補給要多少 你跟他說 要差不多三四萬 我去問 問他 你會效果嗎 他問我會效果嗎 我說 我說 你時刻也跟你說 說天球告的會議 跟他說 你如果要補完改運 你叫我目視就好了 他說 我跟夫人家補完改運 你知道嗎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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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 就時間跟你記憶 他說他最近不可以 先問他 這次多少 我說 我說我普通都不在收錢 普通都不在收錢 他說 普通都不在收錢 如果特別 覺得要收 我說特別也不在收 他說 你要跟他拜一個時間 來發報運 跟改運 我覺得不錯 目視現在也會 做這種工作 這樣 我 早上去 早上去台北 各人選婚 之後 就順順回來 吃得很累 就想說拍電視 讓那個聲 在我頭上 讓我可以安靜 這樣 我實在是沒有在看 眼睛 開一開 忽然跟他講過 在講一個 五行 五行的老師 說他會跟他報運 這樣 也叫很多人去講見證 電視的工具 說 叫他報運 運動機很好 這樣 這樣 現在 我要問我們一個問題 你有感覺 很多時間的地勢 在我們裡面 有很多人跟我說 天有天理 地有地理 人有什麼 人有倫理 有沒有 總是一個問題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是你生日所後 你聽得好 生日所後 你是由地民情 看得到 換得到的世界 想牽涉進去到 新國 就是上帝國 人家說人理 你說地理 你說天理 這是一個世界 外面這個地民情 世界的事 你覺得想過 一種事 就是我整個新的國 裡面 這個國裡面 是上帝國長官 一切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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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強調 不是在追求 風水、地理 不是在追求 補什麼氣 改什麼運 是在說 我整個新國裡面 的時尊 我的心思意念 就完全改變 所以不是只認罪 我不是只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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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主人 誰要我 是我 我在主的國道裡面 通過亞蘇 其實對我的教導 我的思想意念 一直改變 我在改變我的結論 所以前禮拜 我有跟你們說 你就在追求他的國國 他的意 有沒有 對於他的國做對的人 追求他的意 做對的事 一個人 就要先做對的人 事情才會對 你只能一直追求 思考人 不對 所有的事情 全部不對 所以亞蘇一直跟我們說 你就追求我的國國 我的意 地面中 所有事情 我要做給你 你就會說 整個我的國在裡面 我整個的心思意念 為地面中 會看到去 整個全國都會看到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轉念 很困難 我覺得很困難 你對我念一下 看有困難嗎 如果有人打我的正面 對我念一下 有人打我的正面 我倒面也會打 人如果愛我的來衣 我連外衣也放給他 人如果愛我 走背一條路 我就背他走兩里 人如果把我照錢 我就照他 有笑道笑嗎 你發覺說 哇 那些人真實的國都 一個人沒在世間 那些人就要改變 這麼多看見 這樣要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我發現到 哇 不知道怎麼去轉變 那些人 拜五 有一個人在家 他說 牧師 我要來看你 那些電影 我 熟熟了 那些人也熟熟 我說 你那是神復師 他說 對啦 牧師 我就要來看你 我聽一個很高興 他說 我不是說要來 我是兩個兄弟 要來這樣 我拜五 要來看你 要讓你請 那些人對我很好 在這四年前 有一個五年的機會 他將一個城口 跟原道所有的 音響器材都不給我 這樣 所以 這個人 對我很好 到現在那個音響器材 還要放十四樓 都要賣什麼東西 就沒時間去賣那些東西 都在那裡 動作本舍 放在十四樓的地方 每個人都付幫助 他說他要來找我 來我不知道 那個企圖不明 還有對兩個人來 你知道嗎 一個人幫他簽 接下來後 跟我說 我有一個事情 要跟你說 就是 我回到台灣 我需要一套音響 我現在都不理 我現在想要跟你請一套音響 我說 沒關係 我帶你十四樓 他十四樓走 他說 那些人都沒有處理 我說 他說 他說 他可以買一套回去 他就開始去逛 他在逛的時候 我就記得 他就說主啊 你要遮蓋 那個貴的他看不到 你知道嗎 總是他一定看得到 你知道嗎 那些好的東西 他都知道 他就是這種專家 所以他就去競爭 競爭 競爭 競爭後 他說 牧師在這裡 要玩多少 我那時候很掙扎 到底要說多少 我說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那些東西是人 不會這樣 拿著本舍 帶兩三檔 帶到的東西 現在放在那些 媽媽來十四樓 那些有修圍 所以你要逃脫也不可能 現在有跟你們說的東西 我在裡面心中非常的掙扎 掙扎什麼呢 到底要收錢 不要收錢 他當時 這些東西長兩三行 我們也不敢說 為什麼呢 他也不說要給我們 所以在外面有很大的掙扎 他在看我 我告訴他 神父師 這些東西都你的 我雖然有負你錢 總是你這個人 這些東西也不在台灣 所以我 你愛的東西 我都送你 他跟阿七說 神父師 我聽說你很公開 我帶他去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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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要吃什麼 他菜餅拿出來 這位 我就分了 你知道嗎 他在 那個 當局前日本要理店 美食經的樓庭 他看到 王健民最喜歡的餐點 這位 我心中屁股跳 記者來了 脈子就客氣了 坐著吃 坐著吃 他就開始說 師父請你祈禱 我們祈禱 忽然間變祈禱 你知道嗎 這本來不是祈禱 老師請你祈禱 我說我們送你祈禱 他說我們送你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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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祈禱 我覺得 我們在天堂這樣 他跟阿公說一項 他實際上都沒辦法 定下來很想要新亞蘇 中間他一個兄弟 我已經帶他新亞蘇 跟他太太已經新亞蘇 變很多 另外變一個人 那首相關鍵 完全變一個人 那位兄弟 神父師跟阿公說他要新亞蘇 第二項你聽好嗎 他說 祈禱師 我要告訴你祈禱 就是我在台灣一個事業要開始 他本來你不會油 你做油 你做健康食品 在台北 美國 在台灣都做健康 他福田感覺說 他這項事情不成功過 還要成功 要追求一種快感 追求一種年老的成功 老十幾歲 追求一種年老的成功 我說有這種人 他好好做 不做福田間說要做什麼 說他要做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腳踏飯 我說怎麼 我說一個這裡五十塊 六十塊而已 他說就是這個 真的會快感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他現在給他買一個秘訊 在中國買一個秘訊 在中國開一間店 一天賣三千五百塊 或是免費 一個月賣十萬 賺五萬 他安勝在 中國大陸要開兩百間 我說這樣很好 他說今天你送我這些東西 我給你四分錢 五分你不用出錢 聽說 我說你不行嗎 他說怎麼不行 我說你送我 我怎樣 我送你 兩個在吃飯 就說我也不會 真的不真的 這都不是真正 去搶我的東西 不過我要說一項 當你轉圈過來的時候 師比授 你知道嗎 更有福 你敢轉過來 你敢敢跌下去 你不敢 你這樣就怕怕 你還沒有進到神的國度裡面 這經驗到神的帶領 那你現在 你看一下聖經節 你看一下聖經節 師父兄第一節 第一節到第一節 你看看 第一節 來 你看看 提阿非羅 我已經做了全熟論到 耶穌開頭一切所行的 所教訓的 直到他藉著聖靈 吩咐所拣選的使徒 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他受害之後 用許多的憑據 將自己佛佛地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顯現 講說神國的事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 祖父他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 要等候聖靈所應許的 就是你們所聽見我所說過的 你看看 他受害之後 用許多的憑據 將自己佛佛地顯給使徒看 四天之久 向他顯現 說什麼事 神國的事 你看看 我雅蘇四更換了後 他們本身開完他們平安 就是叫他們心裡不用怕 他還換 第二項 就是一直再次跟他們說 最多的事 就是讓他們真的這些人的 心思意擁在神國裡面 人生命的性改變 由地面中的看見 改變到熟地心的看見 只有人生命的改變 人心意的改變 人家我就生死生前的靈力 那現在 我一直有一個感受 就是很多基督都在追求聖靈充滿 總是他就沒有 進到上帝國裡面 沒有跟他認真 他沒有真正 整個的心思意念 挖在神的未來裡面 他沒辦法過上帝國的生活 所以每一天的充滿 我相信都有充滿 總是充滿之後 你會發言說 這個人看起來很熟齡 總是做事很熟齡 很熟齡 很熟齡 我現在想請去高雄的地方 在屏東的地方一個檢保 去做一個報道會 早上五點半 所以我就要三點半就起來 開車去跟屏東的檢保 那個基督院很熟齡 那個基督院 那個基督院 蓋在毛仔堡的旁 毛仔堡的假問 跟他們買一個假問 剛才好 面對面這樣 所以如果進去比較沒空的人 就沒辦法出來了 你知道嗎 晚上就沒辦法出來了 他們在上面沒辦法 我早上就去 去的時候 我帶了一個阿修 他現在也在做母孫娘 一個姊妹 他在林朗堂做母孫 他先生在林朗堂做母孫 他在娶娶的時候 然後